好,收封国中在这一天办理了张正志议员以及山领福德庙奖助学金 校长并感谢张正志议员对收封国中学子三年来的不间断颁赠奖学金 来鼓励学生是努力的向学,让孩子以及家长是同受鼓励 山领福德庙副主委、乡名代表江景文 率同张正志议员办公室主任林昭迪 今天出席颁奖仪式,鼓励同学勤学向上,努力向学 那今天我们很开心,我们山领福德庙跟张正志议员的服务处 来到我们收封国中要帮发给同学的奖学金 也就是被公众有指示 拿到奖学金的同学要更加耐力,更加用心 也是我们福德庙给同学的一个加油打气肯定 更是祝福,好不好 湘名代表江景文,并且在场恭贺受奖的同学之外 也赞许学生在校表现优异 不会因为经济问题或是环境条件所打败 也期望在场的学子能够持续保持良好的学习态度 未来能够继续发光发热 阿姨今天代表着我们张正志议员 还有我们山领福德庙来到你们收封国中 我想今年已经迈入第三年了 那这个是正志议员跟山领福德庙 希望跟我们孩子们结了一个善缘 他希望让这个小爱可以到我们的校园里面 让这个爱的种子可以在你们的心里发酵 让我们懂得怎么样去爱别人 更爱自己,好吗 校长也代表学校自证感谢壮 感谢张正志议员以及江景文代表 为学生努力与付出 张议员能够引荐这样的资源到学校来 然后让优秀的学生能够得到这样的奖学金 对学生来讲都是很大很大的鼓励 那学生也因为这样能够有很大的激励 那学习更有动力 那学习成效都有很好很好的表现 我们学校也因此小朋友在各项的比赛 不管是英文比赛,小论文发明展,科展等等 都有很好的成效 所以真的要很感谢 益座这样子引荐这样的资源 引到学校来 有了议员及代表的大力支持以及协助 希望能够创造一个完善且安心的教育环境 让学生能够快乐地学习 收风国中 赞 记者林杰收风箱采访报道